从这样一个万法为实的道理 菩萨生起了两种的功德力 第一个是誓愿力 第二个是观照力 这个誓愿力就是说 在行菩萨道之前 你刚开始要发愿的 要发清静愿 你应该设定一个生命的目标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行为都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 不一定是你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设定目标 我们以一个人的一生来说 40岁之前 当然受到过去的影响 但是40岁以后 你就深受你今生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在40岁之前 你对你的生命不满意 对你的正报的身心世界不满意 对你外在的环境不满意 那表示你前生根本没有设定目标 你就是跟着感觉走 如果你40岁以后 对自己的生命还是不满意 那表示你今生也没有设定目标 虽然你修习了很多善法 但是你不知道 你要什么 万法为实的意思就是说 生命是可以由你的内心来创造的 过去不等于未来 但是你没有设定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深受过去等流习性的影响 一个人没有设定目标 就很难从过去当中跳脱出来 就是活在过去 所以 菩萨道是先发愿 然后这个功德才出现 不是说这个功德出现了 我们才发愿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了解到 生命是由内心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生命 我希望到净土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 勿无生忍 然后回入娑婆 成就佛道 你都必须要做好你生命的规划 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 第一个 你要真正地发起清静的愿力 第二个 就是你应该要生起观照力 我们身口亦有过失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要随时用观照力来调整自己 在本论当中的观照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遍及本空 第二个是依他如幻 这个遍及本空是观察一切法的本性 是毕竟空的 一切法的本性没有真实的我相跟法相可的 我们讲我空法空的真如 虽然本性是空 但是因果丝毫不爽 我们每一个行为的造作都会招感一种果报 所以古人说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所以我们从空观当中来消灭心中的执着 从因缘观的驾观当中来启发我们自己的愿力 激功累得成就种种的功德庄严 所以说 我们在菩萨的圣身见当中成就了菩萨的两大根本 是愿力跟观照力 这两个就是所谓的菩萨种姓 从圣身见开始以后 付出行动 广大行 从第三科到第八科 总共六科 都是在讲六波罗蜜的妙行 我们菩萨从六度当中来积极福德跟智慧两种的力量 我们菩萨从六度当中来启发